Hello 大家好 欢迎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要讨论的就是牙膏 因为在市面上牙膏也是非常多的选择 今天我要给你提供的就是 当你在选牙膏的时候 到底哪一些成分才是对牙齿比较好的 真正有效的 还有我会讨论到就是要怎么样根据个人的需求 来选择适合你的牙膏 比如说如果你是敏感性的牙齿 那么你要挑选什么样的牙膏 或者是你今天要想要预防蛀牙 那你要怎么选牙膏 或者你今天对美白比较有兴趣的话 那你要挑选什么样的牙膏 还有我还会讨论 到底牙膏里面需不需要放fluoride 还有如果你喜欢类似这样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 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 所以你不会错过任何视频 好那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 到底什么是蛀牙 本来在你口腔里面就有非常多的细菌 那么当你吃了甜的东西的时候 那么这些细菌就会产生acid就是酸 那么这个酸就会导致你的pH值就会降下来 那么降下来了以后 你的牙齿就会容易demineralize 就是脱矿 那么你外面那一层牙齿 也就是最坚固的那一层 就是叫做发狼值 那么如果发狼值流失的话 它是不会再长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刷牙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一点呢 我们用的牙膏里面如果有fluoride的话 fluoride是所有牙医公认最有效 可以防止蛀牙的成分 有非常多的misconception 认为说如果用了fluoride呢 其实对我们身体不好 但是呢目前为止 美国牙医协会认为这都是没有根据的 其实在你牙膏里面的fluoride成分呢 是非常少的 你只要牙膏不要吞进去 或者是每天过量的用fluoride的话呢 其实呢这是非常安全的 那么fluoride为什么可以非常有效的防止蛀牙呢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fluoride可以remineralize 就是再矿化 它会使你刚刚吃甜的东西 你的牙齿已经开始demineralize了 刷了牙力以后呢 fluoride会让你的牙齿又再remineralize 你就等于reverse这个蛀牙的这个过程 那么早在1930年呢 美国就发现说有一些人住在山里面 他们有一些natural的那种 spring water 那么这些人喝了这个水呢 研究发现这一些人比较不容易蛀牙 那么1945年呢 美国政府就决定说大量的在不同的communities呢 把他们的水放少量的fluoride在里面 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在全美国 所有的小孩子还有大人呢 他们的蛀牙的状况呢 这个例子呢就越来越少 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比如说密西根啊 把他们的水里面放fluoride 但是之后呢就越来越多州跟进 越来越多communities跟进 然后把他们的水用的水呢 也放fluoride在里面 后来研究就发现了 真的就是蛀牙的比例呢 就少了25%全美国 那么这个就是变得非常普遍的事情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 已经将近快有80%的所有美国的地区呢 他们的水都有放fluoride在里面 那么CDC欲为呢 这个决定等于说在美国的历史呢 是算一个创举 好那我们讲一下到底牙膏里面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成分 你比如说你今天到药妆店去买牙膏 那有哪一些成分是你必须要注意到的呢 第一个就是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 一定要有fluoride 它可能是stannous fluoride 或者是sodium fluoride 或者是呢potassium nitrate potassium nitrate呢就是会让你的牙齿比较不敏感 还有呢可能会有glycerol glycerol是会让你的牙膏呢比较不会干掉 再来呢就是大部分里面牙膏成分都有的 就是叫做sodium laurel sulfate SLS 这些呢就是大部分最普遍 你可以看到各大牙膏里面的呢 它都有的 SLS成分呢是主要是会让你的这个牙膏里面有泡泡形成 那么呢现在也很多研究发现说 现在这个成分呢就是会造成有一些不适 有些人呢可能会对这个成分有一些过敏 还有呢如果你不小心吞进去的话呢 这个成分呢也可能会造成你的不适 那么如果你对某一些牙膏会有点过敏 那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成分 那么我等一下呢会讲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你应该要选什么样的牙膏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到底依据你个人的需求呢 你应该要怎么样选适合你的牙膏 如果你今天蛀牙蛀牙的很严重 你去看牙医 然后你必须要做很多补牙 或者是呢牙医现在发现 你的牙齿呢有拖矿的情况 那么呢还没有到蛀牙 就是已经快要蛀牙 但是还没有的那个情况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你的牙医要求 给你开一个fluoride比较强的牙膏 那这个牙膏呢是你在市面上买不到的 这个是你要在牙医诊中他们给你开的 我们平常的牙膏呢 它就是只有大概1到2000ppm parts per million 但是这个牙膏呢它有5000个parts per million 所以它的fluoride量是蛮高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蛀牙非常严重 或者是你已经快要蛀牙了 这个牙膏就非常非常有效 我有开过给我很多病人 我发现如果你好好用的话呢 它真的非常有效 那么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两种 一种是叫做Clean Pro 它是3M他们出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Colgate他们出的 叫做Prevident 5000 其实这两个没有太大的不同 只是品牌不同而已 好那如果你今天牙齿非常敏感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必须要用Pronamel Sincidine 它里面呢有5%的Potassium Nitrate 就是它可以抗敏感的成分在里面 那么如果你今天去做美白的时候呢 发现你的牙齿蛮敏感的 那我也非常推荐你可以用这个牙膏 那么这个牙膏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会让你的法郎脂呢兼顾起来 再来呢它里面没有SLS 那这个成分呢就是可能会让你的牙龈呢过敏 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的话呢 可能就是因为有SLS这个成分 那你就更应该要尝试这个Pronamel Sincidine 就算你今天牙齿没有敏感的 其实我牙齿并没有敏感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我现在用的牙膏也是用这个 其实我刚开始用的时候非常不习惯 因为它不会有泡泡就是像其他的这个牙膏的成分 所以呢我一开始很不习惯 但是我之后用了以后呢我发现它真的非常的GENTLE 就是对我的这个牙齿还有对我的牙齿 不会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感觉 有一些牙膏呢用了会让我觉得牙齿呢 刺激性其实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牙膏呢真的不会让我这样的感觉 好那么如果你牙齿都没有任何问题 你想要买就是最Affordable 最便宜就可以买到 就是各大药妆店都可以很容易买得到的话呢 你可以尝试Colgate Total Advanced Fresh Toothpaste那个还不错 还有呢你也可以尝试就是Crest Pro Health的那一款 因为主要是这两个牌子 他们做的这个牙膏种类真的非常的多 你其实很容易在里面可以挑到适合你的 比如说你今天要选择 又可以预防蛀牙的 但是又可以美白的 那你在这个Colgate或是Crest里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 这两个牌子呢也是ADA他们认证的 其实主要是看你个人所需 你就选适合你的那一种 这两个牌子也是在美国卖牙膏 卖的最多的牌子 好那么如果你今天也不在乎蛀牙 你也不在乎其他的 你也没有敏感性的牙齿 你只是想要美白的话呢 那么唯一现在市面上最有效的美白牙膏呢 就是Colgate Optic White 因为它里面有2%的Hydrogen Peroxide 这也是在所有的牙膏里面 美白成分呢算是比较高的了 所以呢有需要美白的人的话呢 真的可以尝试用Colgate Optic White 当然它里面也是有Fluoride 不是说用了这个的话 就没有防蛀牙的这个功能了 那么如果给小孩的牙膏 我最推荐的就是那个 Hello Oral Care Toothpaste 这个里面呢是没有任何Dye 没有任何Preservatives 那么也没有SLS 所以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小孩用 因为小孩呢常常有可能就是在刷牙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牙膏吞进去 那么家长呢想要小孩刷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它也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口味 所以呢小孩子就是会比较喜欢去用它 因为它的味道呢都是很适合小孩子的 比如说有Strawberry啊这些味道 但是呢它有卖有Fluoride还有没有Fluoride 所以记得呢就是要买有Fluoride 好那最后呢就是如果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不管你买哪一种牙膏 就是反正就是抓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没有Fluoride的牙膏呢 那就真的不要买 因为它的效力就真的会减弱很多 除非你今天不在乎你会不会有蛀牙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我认为如果你要买牙膏的话呢 你真的一定要有Fluoride在里面才有效 那么如果你用一个牙膏里面没有Fluoride的成分的话呢 那么我就觉得说You're not doing yourself a favor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完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按赞 好了我们下次见啰拜拜